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堅仔實戰教室 我在這裡,新主持,Kobi 經常都說,有不少馬平家,馬圈中人都有說 去到貴尾,水準都會越低 有時候,假馬的標準都要調低一點,不要調高 問我,我不是都認同呢? 其實我也是,都是認同 為什麼呢?因為,特別是四班賽,五班 因為其實大家本身實力都不高 特別是一些自購新馬,PPG 如果本身有級數,有質素的話 有人贏一兩場,都已經夠分,升上三班 這些馬一加分,升上三班 然後只剩下四班馬 而那些四班馬,大家本身質素都不高 又或者其他新馬,進度又不夠 於是,大家水準都不高的情況下 糖水滾糖魚,沒有一隻馬特別厲害 群龍無首之下,有一些 有人稍微賺少形勢,又或者是一些中年馬 本身懂得跑的,有基本能力 那就已經足夠贏了 其實呢,去到貴尾,都越來越多一些爆冷賽事 有人是一些三班的一人自購馬 因為在外地跑過,有少少基本能力 三班不夠跑而已,但一落四班 那就立刻可以交代到,贏到馬 其實之前,我在片段都有講過 例如光明傳承,好好分 那很多自購馬,有三班,一落四班馬 立刻贏到 其實都反映了,三班和四班之間的差距 其實都頗大 那甚至乎最近這幾個賽馬日 我也看到一個情況 就是,在四班 那就是一些,有人在季初 用過的馬,贏過幾場的馬 去到季中其實都沒有什麼表現的 評分都有點盡 但是來到季後又有第二槍還是第三槍 坐爺馬 剛剛昨晚也有一隻 第七場幸運旅程 爆了44倍冷Win 都幾令我驚喜 我都猜不到 甚至乎上星期的 也有一隻就是真感 第四場 上星期的第四場真感 那天爆31倍Win 其實都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季尾水準真的不高 其實所做的時間都不是很突出 不過就是因為 12隻馬跑 不管多少隻馬跑 總之頭一場 哪有隻馬才過終點 哪有Winner 但是有人就是這些中年馬 本身狀態其實都能保持 不過之前 沒有人的評分 很準確 減一下減一下 大右到位 本身也有基本能力 足以爺馬 看來去到季尾 隨時都會越來越多 這些情況 甚至乎回想上季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上季最冷Win是哪隻 那就是 戰鬥英雄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戰鬥英雄當時 在陳家熙跨下 有爆過一個 一百四十四倍的 大冷Win 如果沒有記錯 因為當時 我是完全猜不到的 這隻馬 那天我也有入馬場 所以我也很深刻 其實去到季尾 都隨時多些情況 就是 稍為這些 有少少基本能力的中年馬 突然間 就算前一兩場 沒有什麼表現 但是真的可以立即贏得到 殺低了 這次 這次賽事是第六 我們都會介紹 第一隻馬 這隻馬就是 有一隻 多語化中年馬 這隻馬就是五歲 季初 都是交過表現 用過一陣 都會贏過兩場 之後 評分又 一人盡盡 但是最近 我覺得這隻馬 可以開始 有機會 可以在這場發揮 這隻 就是 第四場 二號 諾家福 為什麼會推介 這隻馬 給大家呢 其實 它 今季初 表現都不錯 今季都拿過兩罐 兩牙 褲 那兩罐 雖然都是四班 拿的 可以按 這個 過耀王子 三甲 看看 它 今季第一場 就是十一月八日 一四九場 當時 贏的對手 其實都可以的 贏了財進 寶勵新輝 這兩隻馬之後 都可以贏了馬 然後 第二場 就是一月十七號 多次贏了真錦運賽 都是今季配開的馬 那 當時 貴中 贏得到的馬 相信 都是 有基本質素 因為 貴中的水準 高點 都高一點 那 那 那 之後 一月十七號 贏完第二場之後 就 夠分 升上三班 很明顯就是 升到三班之後 能力很明顯 都是有所不及 都是跑五、六、六、七、七、八、八 這名字左右 那 對位置都沒有什麼威脅的 沒得報應 那 不過呢 雖然說沒有什麼威脅 沒有什麼競爭力 在三班 但是呢 我覺得這隻馬其實 表現的狀態 其實都不差 起碼 又不會說 輸到 都脫了折 因為其實表現 我覺得 都不差 只不過是真的 不夠競爭力 在三班 尤其是呢 5月1號 6、3、5 這場 本身 段速水準 都不錯 頗有水準 頗有水準 的賽事 頗有參考性 頗有指標性 大家都可以看看 這場 諾家福 跑第六 看看他跑得如何 好了 一出閘 看看諾家福 就是 中間 7號 現在 現在 八奏 白色舞 間條色衣服 中間 就是 第五位 左右 看看前面 有 加刀得志 外面 顏色 大黃 後面 太陽拍檔 外面 美神來 諾家福 現在是第五位 走勢很暢順 外面 靈麗 入面 運來五寶 中間 就是 歡樂魯窩 好 外面 就是 這隻 村甲鷹 後面 就是 閃電 還有 泰爾韻 前面 那堆馬 其實很厲害 顏色大黃 這場 全勝了 加州得志 之後 都可以 野馬 太陽拍檔 都可以入到位置 一組很高水準的賽事 後面 泰爾韻 都追得很厲害 這場 上一場 都贏馬 那駱家福 那 面對著這對手 那麼厲害 這群對手 全部都是三班 很有水準的馬 那 不夠跑去正常的 不過 一路 其實都沒有脫節的 那隻馬 一路 保持到走勢的 最後 緊緊被靈麗講過 然後 跑去第六 其實我覺得 表現收貨的了 好 那麼 看看這場 為甚麼我說這場 水準高 斷速水準好 因為這場 第一段 就是快五線 第二段 再快四線 總共快成九線 誰知道 最後總時間 都是快八線 就是 每段 開回標準 這些 屬於前快後快的格局 那 其實 本身 這一種斷速 頭兩段 只看這個斷速 對放頭馬 很不利 但是 這幾隻放頭馬 都相當厲害 都依然可以捱得住 所以 既然 前面那些馬 可以捱得住 其實後面那些馬 都很難追 一定要 開個極速的末段 才有機會 可以趕過他們 所以 其實太二運 即使跑完這場 只是跑第四 但我覺得 都很值得跟進 那 面對著斷速 那 凌厲 諾家福 那說真的 就不是超班 那三班 確實 又是沒有什麼競爭力的馬 那固然就很難跑的 那 不過呢 能夠 保持到位置 保持到走勢 那其實呢 我覺得都已經OK 那跑完這場之後 那 5月15號 三隔兩個禮拜 跑這場六七四場次 那 又是跑第六 那這場呢 其實他表現都不錯的 因為呢 其實他這場呢 就排著三檔 那所以沿途呢 就 那個位置 都不差的 那 沿途呢 都是走內欄 那 不過呢 就入到直路呢 那其實呢 那隻馬都沒有拉出去衝的 那 沿著條欄呢 壓住條欄衝 那其實 當日呢 那內欄場地狀況 其實都是一般的 那 那 所以呢 其實他是有點走不利的 那所以呢 這個第六其實我覺得OK 甚至乎呢 都不排除呢 就是想減完那兩分呢 如願地落到四班跑 那我減完這兩分了 那今次呢 60分 那我明勝而上 跑回四班了 那在四班 那很明顯 那這馬一定是有競爭力的了 始終三班都不會說很脫節的馬 那 那 那 跑完這場之後 那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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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只是順著被馬走 沒有做太大考驗 主要是被他保持狀態為主 其實馬都試得非常之好 由頭大到尾 今次第四場 其實對手確實不太強 暫時就這樣看 最強的就是1號輝煌精英 不過稍微有點擔心 上場雖然贏馬的姿態非常之好 贏也很遠 贏三個馬位 不過始終贏完之後加了9分 今次也要揹到頂磅 始終也是一隻三碎馬 不是質疑這隻馬的能力實力 不過 初次揹一三五磅 我覺得這對Win 都會有少許解心 但如果算上去其他馬 好像精彩勇士一樣 之前都主要是跑直路賽 直路賽 很多時候我那個水準 都不太及1200米 今次上到1200米 是否還可以跑得這麼好 我還是有少許疑問 其餘 其餘 很多都是以側身馬為主 不過這隻側身馬 很多 暫時就這樣看 水準又好像未必夠夠 看看諾家福 可否憑著 本身 也有基本能力 再加上他本身成熟程度 看看可否 在季味再多拿Win 第二隻要介紹的馬 就是第十一場 十一號 就是有型人 有型人 質素固然很高 也挺有潛力的馬 這組在之前初出的那一場 其實表現都挺好的 2月25日 四五一場次 這組又是段速水準 相當之好的賽事 也是一些前快後快的賽事 當時跑第一名是忠誠寶寶 也是忠誠寶寶的季內第一Win 從頭到尾 沿途做了快步賽 第二段 頭兩段加起來 快七線 其實對方的頭馬 都很不利 但是忠誠寶寶 段段快開 都能贏得到 而有型人 當時初出 其實都是其中一隻 跟前的馬 但也有第二 表現都絕對是非常好的 其實看回這場 擺前走的馬 之後很多的表現都不錯 例如獨步天下 之後都可以贏到馬 即使上到三班都可以接近 之後果然 第二仗 3月10日四百七場次 都可以立即保重贏馬 之後 5-5-3一場次 3月24日 當日是打比那天 其實很多時候 我之前在影片裡也有說過 很多時候大賽日 除了留意大賽之外 大賽日當日的其他賽事 其實很多時候 水準都不錯 因為很多時候 一些大馬房 有些大馬主都很喜歡 在這些 追著日子出擊 這一組 當日是第十場 去到尾場 3-5-4 都是其中一組 都頗強的組別 手機標霸 頭馬 也是很厲害的 之後都可以贏到馬 贏完這場之後 堅有威還未出 甚至沒有出 今季應該不會再出 鐵金剛 今季 雖然未贏過 不過 之後 也有接近 而考慮到有型人 這場是復翼的第三場 而且操上三班 面對著這麼強對手 我那輸 還可以給我一個藉口 4月14日 5-8-7場次 這場是其中一場 時間 都頗慢的賽事 部速頗慢的賽事 頭兩段 是慢三線 其實看回頭四名的馬 其實都是沿途前置的馬 由前置馬 包拔賽過 而有型人在後面 都是維持著手勢 都很難追 旁邊的喜連勇略 追得算比較多 之後都可以贏到馬 而另外 今次想看中 這隻有型人 實際就是這場 5月19日 六八一場次 即是這隻馬 上一場賽事 這場我覺得 都相當高水獎的賽事 大家可以看看有型人怎麼跑 排五檔 粉紅色帽 粉紅色衣服 帶著黑色鼻枯 出閘順利 現在是中間的位置 守著2跌 前面 白色衣服 這隻很厲害 澳遊武士 也是這場頭馬 內藍白色衣服 銀亮光束 之後是時尚歡欣 外面是紅外蛇 最外面是東方飛影 有型人 現在是中間 入面是二力滴滴 外面是桃花開 這場跑第二 後面是隱形刺旁 後面是黑圖火箭 之後是喜連勇略 之後 外面是晴王 內藍那隻 是幸運同行 最後是精算謀略 現在有型人 在中間 粉紅色衣服 走勢順暢 跟著是時尚歡欣後面 澳遊武士 在前面 那隻 固然是厲害 這場步速很快 然後入道直路 其實內藍 場地開始 一般 因為那天有些魚 所以梁家俊 現在都移到中間 看看有型人 其實一直都沒有位 現在才能看到空 去到二百米柱 在桃花開隔離 才展開衝刺 其實也有小小擠迫 之後 一路衝上來 差點追過 一隻桃花開 然後跑第三 其實過終點都過了 這一場的段速 其實這一場 都是快步速賽事 第一段 快三線 第二段 快五線 兩段加起來 快九線 其實對放頭馬 都不利 不過 澳油武士 都不利用一點 即使快步速 也好 十四檔也好 什麼都好 這一場 都轉了配備 但是也是 相當之厲害的馬 其實澳油武士 前仗 都是在快步速之下 都跑第二 一隻很厲害的馬 根本根本 根本都不知道 分數可以去到哪 其實 這麼快步速 其實理論上 對後尚馬 挺有利的 包括有型人 其實都是一隻 收益的馬 不過要留意的是 這一場 暫時就這樣看 應該都是一組 相當強的組別 因為看回第二 桃花開 其實這隻就是 愛爾蘭的自球馬 北半球馬 其實就是 北半球馬 中了三隊 其實 背著頂磅 都不容易跑 這一場 只不過是 他服役的第二仗 在香港服役的第二仗 但都可以跑第二 之後呢 其實已經是可以保重 這場739 都是贏馬 都是一隻相當厲害的馬 而跑第四名的喜連勇略 之後呢 轉到谷槽 都是可以贏馬的 而喜連勇略 甚至乎 前幾場都是 都是 跌了步速 都是一隻 有驗證的馬 而有型人 這場其實都是很輕鬆 贏馬 喜連勇略 甚至乎 都差一點 追過桃花開 甚至乎 如果這場 早點找到位 的話呢 其實贏桃花開 都不出奇 跑完這一場之後 之後呢 就送了去蟲化那裏 那裏 試了貨草雜 這一貨雜 雖然名次好像會厚了一點 所以 七隻馬這邊 跑第四 多要留意的是 其實這一場 根本 安上人 都沒有說 比一隻馬 很大的考驗 純粹都是 比一隻馬 順著 走 順著 跟回來 其實呢 最主要作用 都是比一隻馬 保持狀態 以及 提醒一隻馬 都快要出賽了 都是以 提升狀態 其實名次就不太重要 最重要的是 看下 他的走勢如何 其實 都是 保持狀態 出腳 都是有力的 這次 遇到這一組 第四一場 尾場 如果對比起 剛剛那一場 其實 對手 相對 都沒有那麼強 看看可不可以 可以保重成功 始終 馬房 五盤子 五盤子 增管 這些馬 都一定不會保留 雖然很年輕 這隻馬 但是呢 贏得一場 當然是一場 逐場逐場 計 五盤子 一定 可以用這些馬 都盡量 都會捏進 這次 也有幸 排在三檔 有個漂亮檔 看看 可以再贏一場 這次 星期六 這次 黃昏賽 推介了兩隻馬 給大家 再重複一次 分別 第四場 二號 樂家福 還有 第十一場 十一號 很容易 希望這兩隻馬 可以幫到大家 希望大家 繼續 贏多些 運多些 這次 節目時間 是這麼多 謝謝大家 多看 下次 星期一 下次 又是 黃昏賽 再跟大家 見面 拜拜